好 看一下这甘蔗 想吃甘蔗真的有点难了 草又打满了 蚂蚁又多 待会就要在手上 虽然被蚂蚁咬好可怕 这甘蔗就先不管汤了 到时候再弄吧 现在重点是把花生先 草的比花生高了 重点花生也不容易 反正干啥都不容易 抖一下 然后放在旁边 有一些散掉的可以捡在旁边 有一些捡的好少 没看到花生呢 全是你 所以说种花生也要打药 放回料煮 花生才会大 这几棵都没什么花生 玉米怎么折一抖 它是 这个应该不是种的 这里长的 就是以前留有 以前有的它是自己长的东西 嗯 这个坑里面还有很多 到时候再拿小厨头来挖 到时候要重新翻地 看要种第二季花生吗 不知道我老妈 阿姨在这边拔 已经拔了一大片了 妈妈干活的速度还是赶一赶的 你也随阿姨啊 好好的 它这里面还有 这些不一定有 拔了上来 这些都是花生 这是泥有点多 散的就放在旁边 等明天再一起捡去 还好下雨 这个泥比较松 不然都不太好拔 你觉得是拿葡萄挖 嗯 然后两棵操一下 现在泥就变少一点 拿回家就没那么重 这棵好像可以有点缩 但有一些不算薄嘛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煮花生 新鲜拔的 然后就直接拿去煮 你弯着腰草都盖过你了 它长高了 嗯 没有 有些少的要浅浅 放点 长的还是挺紮实 都是泥巴多 有点热 有点风吹过来就两块一点 哎呀小时候也是在干农活的路上 那时候种的花生还要多 还辛苦一点 拔呀拔 去买油吃了 哈哈哈哈 拔的就辛苦 在外面买 就是南花生的 榨的那个花生油好像是 11块多钱一斤了吧 自己种的又要摘 摘完要晒干 才能拿去炸油 那这一刀挺多的 嗯 有一些多 有一些不多 还是看水料足够 那这楼子 摘得 不会讲普通话 她说老鼠吃 有一些被老鼠吃 嗯 哎不容易啊 这就是蜜蜜结坚主 这楼花生还要管理好 哎还要被老鼠吃掉一部分 踩到这个坑这里 马上这样拔完了 这个长得好紧了 我都拔不动 哦 我搞错了 这个是草 是一个的才是花生 她有去扯了两根 实在是长得太密了 这个拔不到 回头再拿那个厨头来挖吧 拔一下呢 把她造成 阿姨动作好快 是的 我们还大伙的速度 长一长的哈 做了一辈子的人活了 啊 老一辈的父母都不容易啊 中田中定 养活我们 七雄们 有些花生它是死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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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啊 要扣起来 好坏 坏牙了 所以要不了 所以虾已太多了 不拔的话花生也会坏掉了 很烂的 明天再过来拿回去哦 对 先啊 冻米粉少一点 哈哈 下一条就没用 等下下雨淋干净了 嗯 给它一颗一颗的栽 拿来晾 不然会倒退发芽 看有没有蚂蚁要熟 改天去买个手套呗 对 没有在家 我放哪里 我去找 阿姨做习惯了 她也不用手套 妈 妈又跟着牙子熟吗 有啊 还想咬啊 拗又拗 以后有没有拗 有没有拗 有些不拗 有些被拗下 妈妈给你拗上 按锅翻腿没多吗 这边来挪得多拗 你可以吗 有手指甲啊 有啊 你弄手指甲的 有点不敢抬的 你弄手指甲 手指甲的 办公告成了 以后就拿点花生回家走 水树花生放点油 好好 你弄手指甲的 他在这边还连苗楼 它是苗楼 穷楼 要不开个拖鞋 想帮鱼公呢 拿个鸭拖啊 拿一把手指甲的 把手指甲的 你也把手指甲的 把手指甲的 应该没用啊 我弄手指甲的 还要熬一会 再去拨木板 要摘点花生 拿去煮 不是整棵拿回去吗 他又要拖高 从滚嘴要去开了 妈妈说整棵拿太重了 他都摘了拿点袋子 可以 可以 人家婆婆 要去整理 去做 他也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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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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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来回家摘 老妈说在这里摘 我觉得有点热 这点烧 老妈去拿袋子过来装 然后有风推过来就两开 哎呀 刚才就没有风 拔拔花生就有风 来的太及时了是吗 这风就很及时了 好凉爽 那视频就给你们分享到这里了 摘点花生然后去煮哈 喜欢的记得关注走一走 然后给小河强烈推荐一下视频 也去关注一下小河的姐妹婷婷的视频 他的网名叫小河的闺蜜婷婷婷 小河闺蜜婷婷 你少打了个抖 哈哈哈哈 因为你的网名一个月只能改 所以下个月再修改回来吧 嗯 妈妈拿袋子来了 拿了个小袋子 你最听到阿姨童要没做多少 哎呀真的真的没做很多 开心 其他地都被水泡了 所以叫妈妈也不用做那么多农活了 太心了 你没有这样讲 没讲没讲了本钱买着 妈又买的呢 本钱没什么的买啊 因为人家买的 别弄得多的 对呀 一大半年纪了60岁了 还那么辛苦 所以说明年没有地种 他就叫妈妈不种了 给钱给妈妈买花生油吃 就好了 他要努力挣钱 对为了父母为了孩子 阿姨 又是充实的一天 出头我来拿 阿姨还带了伞 还拿了两把伞过来 还好不远